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愿更深认识你 苏醒苏醒我里 我愿更深认识你 我的力量是歌 我的判施依靠 我的拯救我的高抬 一切都在云底 是因为的我找到自己 是因为的我和先生 勾举双手揚声歌唱 我为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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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底 苏醒苏醒我里 我愿更深认识你 我的力量是歌 我的判施依靠 我的拯救我的高抬 一切都在云底 是因为的我找到自己 是因为的我献上 都是因为的我 我愿更深认识你 是你监讯了我 是你牺牲自己换过生命 你爱我 是你护照了我 是你监讯了我 是你牺牲自己换过生命 你爱我 是你护照了我 是你监讯了我 是你牺牲自己换过生命 你爱我 是因为的 我找到自己 是因为的 我和先生 勾取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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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声歌唱 我为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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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很特别 因为你很特别 所以你可以喜乐起来 人们没有喜乐 常常是因为失去一些东西 也许是失去一段感情 或是身体的健康、友谊 当失望充满你的心 就会觉得生活 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事 可是在圣经中 神却告诉我们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神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你 神也会赐给你满足的喜乐 永远的福乐 所以你不要失望 神应许会将你的爱哭 都变为跳舞 将你的麻衣脱去 给你披上喜乐 有一个小女孩 她的见证非常感人 虽然她的人生 在人看来 是那么的不完全 那么不完美 那么的有缺憾 可是她却因着神 充满感恩和喜乐 每一个人遇到她 都因着她的生命 得到激励 这个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李喜牙 她是韩国的 世子钢琴演奏家 当她出生 一出生 她就患有严重的 先天性四肢畸形 她的手指全部夹起来 只有四肢 讲的是每一只手 只有两根指头 而她的膝盖以下 也没有脚 她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 从超音波检查里面 就知道这个孩子畸形 可是母亲 她决定要生下她 她相信 每一个生命 都有她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孩子虽然是畸形 可是神一定有她的想法 李喜牙的母亲 相信神要透过这个孩子 来完成神的梦想 就在这个小孩的成长过程中 因为她比其他的孩子都矮小 更明确地说 应该是因为她的膝盖以下没有脚 所以非常的矮小 她就常常被取笑 被欺负 这些事情都足以让她 非常的挫折和绝望 可是李喜牙 她却是一个开朗积极的孩子 她从来都不失去盼望 她有着无比的热情 后来 她的母亲为了帮助她 培养她握笔的力气 所以让她练习弹钢琴 好让手更有力气 可以拿笔 可是却意外地 让李喜牙找到自己 可以成为音乐家的梦想 为了圆梦 她不停地努力 完成神在她身上的旨意 虽然她因着缠障 比一般人更加的辛苦 可是如果你从网路上 你看见她演奏的模样 带给无数人盼望 喜乐和梦想 这就是神要透过李喜牙 来鼓励许多人 不要轻看自己 因为你不是那么的完全 就觉得自己没有梦想 当我们依靠神 神说你很特别 祂要借着你完成梦想 在你的身上 李喜牙曾经说 因为神觉得我很特别 才赐给我残障 这份礼物 所以我总是喜乐地过生活 因为你很特别 所以你可以喜乐 求神把这样的开启 放在你心中 在圣经中 诗人曾经这样祷告说 主啊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神啊 求你使我们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今天愿你也保得神的慈爱 好叫你的一生一世 因着神欢呼喜乐 要记得 因为你很特别 因为神非常的爱你 神会将你的哀哭 都变成跳舞 将你的马衣都脱去 一切在神的里面 没有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 依靠神 接受自己 我很特别 我接受神 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和计划 今天我就决定 我要快乐起来